照片中帥爸爸 美妈妈 却生出样貌不起眼的小孩 三年前这只饱受争议的广告女主角 在明代陪同下哽咽控诉 原来当时她以9000块酬劳 说好在杂志跟报纸上帮医美宣传 不料却被放上网路惨遭霸凌 我是没有接受整形的 因为如果接受整形 那麦秀为敦基演吉论的保养品合约 就不会跟我签三年 那当他们大家来质问我的时候 我都是采取不回应 除了照片被放上医美诊所网路行销 更离谱的是当初拍的广告 既然被网友做成 因为整形而诈婚 被先生离婚 还必须赔偿12万美金的假消息 甚至还被翻译成多国语言 让他去年在日本发展试镜时 经常因此被拒绝 正式开始进入 又是一般的试镜体系的时候 然后就是对方广告公司 就有拿出这个来质疑经纪人 关于私生活的方面 就是周遭的朋友会一直问我说 你为什么要拍这个东西 就是之前的工作不错 那你为什么要接这个案子 那还有一些粉丝团的网友 会接触问我说这是你吗 那当时人要去证明说 第一个我只是拍广告 第二个我没有整齐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扰 所以我们还是就是再一次呼吁 就是希望大家 如果有再看到这张照片 请停止流传 那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有一个叫做 夜晚城的经纪人 虽然曾要求网路跟医美公司 把照片下架 但却没得到回应 为了挽救形象 业性model通过台北市议员 简书陪召快记者会 也已经聘请律师 打算对广告业者跟公司提告 捍卫自己的权益 记者郭参永 再会儿吗 再会儿吗 再会儿